由于连续降雨引发山洪 导致维斯帕河水位猛涨 瑞士流景点财尔玛特当地政府部门 21号起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当地学校关闭 山洪导致的山铁滑坡 导致当地铁路运输中断 不少旅客滞留 此外瑞士瓦来州也进入洪水警戒状态 流景瓦来州以及沃州的瑞士主要河流 罗那河及其支流 本周末暂停向公众开放